那騎到這邊剛好車子靠近的時候 就從那個坡道有沒有 一撞整個車子翻過去了 回到當天發生車禍現場 梁先生指的人行道 控訴這個雨路面的高低差 害他摔車 差一點命上路口 因為車子一避你一靠一靠 就從上面上去了 上去你就會跌倒 後面如果有車子過 就會被碾壓了 除了手臂受傷 梁先生肋骨更是斷了三根 4月中旬他騎機車 行進中正路230號前 卻因為夜間視線不佳 加上路伏突然右轉 沒想到車竟然直接騎上連行道 整個人宛如特技表演 飛出去痛批騎士好像在晚命 摩托車到這邊 因為路伏的關係 然後民眾都會節彎曲直 就很容易騎上來 因為這邊標線又不是那麼清楚 然後他又有無障礙的一個坡道 那造成機車誤騎上來的機會 這個危險無障礙坡道就在要塞司令官邸 110年要塞司令官邸完工 道路跟著拓寬 一旁人行道卻沒有一併施工 道路出現高低差 才會一再發生類似狀況 原本計畫納入預算重新建設 卻意外流標 遲遲沒有改善修建 民眾會有一個節彎曲直的動作 當然我們已經有計畫在申請中 然後如果說在這個計畫還沒執行前 我們是希望說這邊可以加強一個標示 或是一個警示的作用 讓民眾不會霧騎上去 然後因為這個飛上去 這個事情可大可小 因為不小心的話 萬一跌倒了後面有車過來 那可能危險性會很高 那像先階段應該做一個階段性的補強 就是一個標示的一個提醒 或是一個警告的燈飾或什麼的 鏡頭拉近一看 水裡面出現好幾道裂痕 好幾位機車騎士都在這個坡道 率商送醫 司議員藍敏黃針對這個危險坡道建議 先動用工程款 將人行道退縮 結彎取值 這個人行步道的規劃設計 一開始就是不是很完善 所以已經造成多起的 汽機車擦狀的醫療 我們從路源的摩擦的痕跡 就也看出來了 那今天因為有位民眾 他摔斷了肋骨 他特別來找我陳情 但是他非常的友善 他也不邀請國賠 只希望說我趕快要求 是怎麼來改善 不希望還有其他民眾受傷 那經過我緊急辦理會看之後 我們做成三個決議 首先我請區公所 先把整個人行步道向後退縮 以增加轉彎的一個幅度 第二個我們也會要求在 人行道的路源部分 來增設暖性的分向感 並加裝反光的一個耗質 以增加日夜通行的安全 那麼最重要的就是 人行道的設置 應該是要盡量以路面平整 那我們這個部分的人行道 真的是高低差太大 另外有關無障礙波道的部分 他緊鄰轉彎區移交叉路口 也是最容易發生車禍的 一個錯誤的規劃設計 我想我們今天先做三點決議 希望區公所盡快的 再一個月來改善 那相關的經費 我也會動自零星工程款來之一 另外未來這個附近的 整體的人行道以及週關請招的設置 文化局也有經費工程準備進行 我想希望這個未來後續的 整體工程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到 人行道的高低差 以及無障礙波度的位置 才能夠讓人行道真正發揮 友善型的一個功用 藍米黃強調 將在一個月內盡快完成 人行道退縮 並加裝軟質分向感 而獨發處也已經計畫改善道路 不讓相同情形再發生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 其實很多很多痕跡